前一陣子沒有利息派就行龍 第五大地產商 地產商 你有看到他去記簽 看到他哭 林健鋒 那他做什麼事這麼感觸呢? 他是為誰哭呢?我的疑問就是 他是地產商人 好像不是的 他是一些經民聯的負責人之類 商界人士 他是不是說帶了一些地產代理的同行 那些行業的人 就去金融管理局開會 是不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記錯你提我 是不是? 開完會之後呢 就好像說 當然效果不太理想了 於是他講起 就說到地產行業 即是現在那個做按揭這些呢 就很慘 是不是? 很難生活 還有就是銀行呢 就會召喚 是不是? 召喚之意 從股物業啦 又收緊了那些按揭 例如你拿一層樓去 嘩 我想你估 你估一百萬呢 他就估低一點 是不是? 你估一百萬買的 但是他說沒有了 跌著了 借錢 借八十萬給你好了 即是他估你只有八十萬 那你就當場就有很多人 就無法上樓了 是不是? 還有就是很多的造廠啊 那些 是不是? 很多的鋪是自己的嘛 因為這些這樣 物業股值一跌 很多時候按了物業給銀行呢 就 自己就住在那裡的 那就是 資金是拿來當現金流的嘛 很多人是這樣的 做生意的 他們買了物業 不過呢 又是按給銀行的 但是如果一不按 即是不做 他做按揭呢 那銀行即是他的現金就馬上斷了 那就做不到生意了 是不是? 那林健鋒似乎就是整個那個記招呢 就很多東西說了 是不是? 那是不是大約是這樣啊?Sally 就是他那個 就是我看新聞而已 當然啦 你如果有的話你可以補充一下啦 我當然要評論一下這件事啦 這件事其實是挺好的評論 也挺好笑的 其實現場有沒有人問他呢? 因為地產代理的代表姓仁 為什麼不是叫中原地產 或者蕭穎青那些出來幫他講話 而要你幫他講話呢? 要你去帶他們去見 還有你們為什麼要帶地產代理去見這個 金融管理局? 啊 因為跟地產代理真的沒有什麼關係的 因為整件事就是你要求金融管理局呢 就放寬一些按揭 就是叫銀行放寬按揭 是不是? 因為你知道啦 金管局的意思呢 就是銀行之上的銀行來的嘛 因為最終如果有銀行不夠錢呢 就要跟金管局借啦 是不是? 這樣拆息啦 所謂 這是中央銀行的作用來的嘛 所以反過來 金管局可以影響一些銀行嘛 所以他才去跟金管局講 但是起因呢 比較好笑啦 不明白為什麼沒有人問他們呢 現場 那跟地產代理沒有生意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你如果有生意 就是不到地產代理的話事的嘛 是不是? 所以你說地產代理是做銷售而已 在前線 那他們沒有生意 因為近來成交少啦 是不是? 那不是沒有成交的啦 現在的問題 如果他哭呢 他就覺得 就是很難做到生意 做到貿易主 很多廠家 經文聯都是代表那些廠家利益的嘛 就不是代表地產代理利益的嘛 如果代表你利益應該叫施永青去 但是你都不是跟金管局談啦 可能你跟銀行談啦 是不是? 所以整件事有點古怪啦 是不是? 那當然新聞的焦點呢 就是他 他講整件事啦 哭的成因就是呢 現在發覺呢 做生意呢 就很有問題啦 因為呢 樓宇按揭也很有問題啦 那麼呢 其實嚴重的事上來 可能是突然間出現一個呢 資金斷裂的情況 是不是? 香港的 因為突然間 原來 近來我們都知道啦 那些地產就不好警啦 那些地產不好警的時候 就都出現沒有派息啦 是啦 行龍 不是行棄 行龍 第五大地產商啦 是 就是林健鶴 是不是? 就是說很大問題啦 那現在保本保命啦 直接說股市就是個地獄啦 那已經是相當驚人的一個警示啦 那麼現在呢 林健鶴再去跟銀行的銀行講數這樣 希望他怎麼樣呢 希望他就放寬些 其實不是放寬 叫他鼓勵 鼓勵叫銀行放寬些按揭 那麼兩個作用啦 第一 那些人要錢用 比如做商鋪那些 就是商業的那些舖位呢 很多是自己買的 然後我用來做資金的嘛 就是我不夠錢做生意 或者我虧本 那我去哪裡賺錢呢 唯有就計算數 想著可以捱的 那麼就按了一層樓 按了自己的舖去拿筆錢 那麼就繼續做著生意 不想倒閉啦 是不是? 很多中小店是這樣的 自己買了 是不是? 但是現在經濟不景啦 又不想不做啦 那我想林健鋒就是講這些情況啦 是不是? 那我當他是真的啦 那個問題都是很突兀的 很複雜的 那我又問啦 除了他跟地產代理申冤 這件事古怪之外呢 你去問金管局做什麼呢? 就是你叫金管局有沒有權 金管局有沒有權 叫那些銀行 放寬這個按揭成數呢? 他們 我們知道啦 銀行借錢基於這件事 安全 就是說那個抵押 如果沒有足夠的抵押 比如你借你的物業按給他 你的物業就是他的抵押品來的嘛 那為什麼說要call loan呢? 如果你物業跌就要問你了 你不夠啊 要追你補錢給他 你的物業貶值啊 只是這個意思嘛 那沒有security的東西 銀行借錢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很容易變為壞帳的嘛 不僅僅銀行的生意就是借錢給人收利息嘛 那他要肯定 他要收回利息的 不是你的本也沒有了 如果那間東西清盤倒閉呢? 清本之後他就連那個本金也沒有了 所以在他來講他不可能的 變成了外壞帳啦 你知道 如果一個銀行外壞帳多呢 那這個銀行自己就陷入危機啦 他就變成了他自己要結業的了 成為擠題的了 他沒有錢給回客戶的了 他都是一個借錢機構而已嘛 所以他一定要有security 即是有抵押 他才肯借錢出去 那這個基本都很重要的 商業 銀行商業常識而已 我不是經濟學家 我都知道啦 因為我教經濟化律的嘛 裡面都是 就是銀行需要抵押品的那個重要性啦 是吧 他借錢是卑於 卑於安全 沒有風險他才知道 是吧 因為這個是他的生意 但是他的生意的前提就是你借錢收回 跟我們借錢是一樣的 是吧 如果你打算他都沒得還的 你就不是借給他 送給他啦 是吧 很多時候 是吧 所以你說問人借錢 就是借錢 你要告訴別人有得還 你才是正常的借錢啦 那現在 如果銀行估計 所有物業都向下調啦 那變成他就一定要收緊那個借貸那個政策啦 是吧 那個借貸的政策啦 是吧 那他就要更好的保障 或者借少些給你啦 很簡單啦 你的房子 你說我要值100萬的市值 那不是啦 他猜 我猜你80 再按低一點 是吧 最多借50給你 拿掉你的房子 是吧 就是說如果你房子再跌多一點 我都還可以賣的時候 我們有保障 拿回錢嘛 所以銀行絕對不是善堂來的 絕對都沒有責任 沒責任呢 就是救這些中小企 所以林健鋒的眼淚就是白流的 基本上就是不明白的 因為如果你這樣說 那你問銀行 或者你問金管局 金管局可不可以叫銀行這樣做呢 不行的嘛 你大家都知道 不行的 因為銀行是獨立經營的嘛 金管局也不可以呢 就是金管局只是政府而已嘛 你是不是叫政府做擔保人 是吧 做擔保人 然後讓銀行可以借高一點 借貸的margin 借高一點給人 過度借貸呢 出現外賬 外賬呢 又是拿命的嘛 銀行就出現危機了嘛 那你就保證 要金管局的保證 這個就是小學公帑了 金管局的錢呢 很多人有錢在那裡 我們那些外匯儲備在那裡 還有金管局發行年金的嘛 很多人的儲蓄 退休都靠金管局 絕對不應該把這些錢拿來保障 拿來保證私營機構 跟國內的情況完全不同 國內什麼都國家的嘛 最終銀行都是國家的 所以叫它大膽一點 是吧 中央銀行叫政府叫你大膽一點借錢 你就要大膽一點 是吧 因為政府是政策來的 但是香港沒有這件事情的 香港一定是它自己考慮的風險的 因為你有事的時候 你有事的時候 是你自己的事 我不可以用公帑去津貼你的嘛 就是說 中央銀行 金管局是不可以津貼私人銀行的嘛 所以你去跟金管局說 我就要問這個林健鋒 他有沒有基本的銀行 或者經濟學的常識 是不對的 你跟他說 好了 他們又經民聯嘛 又親中了 我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想請教一下他 為什麼他不去通通中銀 中銀集團 是不是 就是中國銀行 你要支持香港的時候 你就跟國務院說 叫中國銀行大膽一點 借刀一點 是不是 你要支持地產 是不是 那就全部給他九成五按揭 是不是 九成五按揭 是不是 現在新做的 那你就支持香港了 那風險呢 風險當然有了 那你如果對香港的經濟 是不是 真的有信心的 由志及興 我們已經大膽創新 大膽投資了 那不重要的 是不是 銀行就算樓價跌了一會兒 它又升了 那些人只要供得到樓 是不是 借刀才供到樓 它就買到樓了 買到樓 它就撐住樓市 樓市只要前景是好的 一時辛苦 是不是 就算它還不到錢 也有它 只要你對經濟有信心 隔兩個月它才還錢 借了錢的那些人 經濟是好沒問題的 現在最恐怖的就是 你不僅是借了錢買了樓 接著你又沒了份工 你又沒錢還 是不是 那你又死 銀行都死了 變了銀主盆 接著就整個地產都會死了 一直跌價 是不是 一個連鎖反應來的 現在香港是不是出現這個連鎖反應 如果你跟林健鋒出來說 好像是 已經一直在收縮 銀行不肯借錢 接著很多人就沒錢 沒錢就更加要收縮 更加要收縮的時候 就更加沒有生意 所以其實去到尾最不重要的 反而是那些經濟老母生 經濟老母生是轉行 去做帝挺經濟而已 但是如果整個金融體系 借貸體系 財務體系 現在真的出現了問題 是不是 近來根據林健鋒哭訴的時候 原來這個才是大問題 就是說整個經濟進入蕭條狀態 一路跌下去 所有東西都跌下去 資金亂斷裂了 有些像大蕭條的前夕的情況 所有經濟都是不行 收縮 香港真的有這個跡象 是不是有呢 其實是很大的事 當然我不是想遷就香港的經濟 而這樣就影響所有人 是不是 銀行可能要破產 金管局可能要破產 政府都可能要破產 所有人的錢 強積金 年金 全部公務員沒有糧出 這個就是那個大蕭條的景象出現的時候 會出現的東西 當然了 我們這位老先生 林健鋒先生這麼關心香港的商界 我們都很感動的 他這麼關心 但是他似乎完全是 只是看到這個問題就哭訴 那解決不了問題的嘛 如果真的這麼嚴重 以他了解 他應該見李家超 叫李家超會同陳茂波再去問金管局 大家一起量一下 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如果還是解決不了 就要問一下夏寶龍 叫他下水 中央撐 那就什麼都行 恐怕不是 所以有首歌的嘛 不知道誰唱 王傑唱 哭一聲絕無意義 就是這樣啦 林健鋒先生 最後一把 王傑唱 還給他 王傑哭 是真的嗎 王傑哭 不管是否 王傑哭 那樣是他的 王傑哭 還給他 他手的魚